前两天给大家蒸了一个老浪瓜蒸饭排骨 属于越式煮法 今天再给大家分享一个串饰的排骨 小米蒸排 希望大家喜欢 小米提前两个小时 用清水泡起 排骨适量 将用清水清洗一点 火腿 烹饭 用长热水做三十分钟 准备辅料 备少许生姜夺成姜面 备少许腊蒜夺成蒜面 皮鲜豆瓣来换去 川菜中的真菜 很多都要加豆瓣 以示颜色好看 而是为了让味道更加厚重 有层次感 把豆瓣用刀多细 多整容 再配上少许的香葱 先葱好一杯 起锅 锅烧热了就下油 少一点 炒锅 下姜蒜饼 倒入香味 把豆瓣倒入嘴上 再小火 把豆瓣炒香 炒香 豆瓣一定要炒 不然味道完成 等锅煮随即干了 就盛出嘴上 现在把泡好的小米倒入内小时 一根水分 重新用个小味装起来 把排骨也抓出来 装到小分钟 把炒好的豆瓣倒入小分钟 炒香胡椒面 花椒面 防药 烧骨 碟糖 是 煮汤 稍加一点盐 加点木木油 加点生抽 用点花椒酒 好,先把它抓紧 再加入干枝粉 继续抓紧 沸汁大概十分钟 好,点醒了 冬瓜一小块 用刀切成大小均匀一小块 用圆盘装起来 围成一个圈圈 把排骨锅上一起消灭 摆入圆盘装 好 起锅 锅盘装适量清水 排大火烧着味道 锅子锅开来就好像增加 把排骨放入蒸锅中 盖上锅盖 在中火蒸25-30分钟 时间差不多了就减排骨盖 起锅蒸好的排骨 撒上几颗新鲜的醋味 美味即成 一道麻辣嫩滑 鲜鲜厚重的小米蒸排骨就完成了 你学会了没有 喜欢的店长 不喜欢的店晚长来下期再看 今天这道小米蒸排骨 是川菜中的老经典家常菜 很多人真的口感不得 主要就是小米没有泡好 小米泡个两个小时 蒸的时候不用加水 也能感觉到它的细力与浓化 相当的舒服 秋是一个收敛的季节 夏日里所有的奔芳 繁杂 都渐渐变得冲软淡定 就像人生的某个阶段 新枝水熊厨 佐堪云其事 波浪不尽 切工错路 我是厨师 下期见 来 你们先吃 嗯 嗯 嗯 可以 啊 鲜鲜 白都麻辣 这个味道 师傅 这小米 又软又滑 非常过瘾 比它粉成肉 要好吃得多 我个人觉得哈 巴适巴适巴适 你们过去告一拍 绝对罢了 好 谢谢 拜拜 小米 可以 是